然后按一下Ctrl J复制一下图层 为了做到颜色改变 首先我们要用快速选择工具 把白色的衣服选出来 那对于这张图片选择是非常简单的 点击快速选择工具 然后很快的在画面上拖动 非常快的对其进行选择 我们把自动填增墙点开 然后对于这些细小的边缘 按住OltA键进行一些修饰 我们很快的检查一下选择的范围 这里可以对其进行稍微的多选一点 好 然后回去 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物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选择 对于这个领口这里可以继续的微调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大概选择到这里 好 对于胡须这里 我可以进入选择并遮住 然后把当层ик的表现 尝语 然后把当层都拉出 然后把当层不要尝oli 然后把当层以上都捕据